大晚上的 刘北辰带着柳如烟来到我家门口 将医院的诊断书硬塞到我手里 我妹妹被砸后 昏迷了整整30天 醒来后 发现她失去了大部分记忆 智商被干到了8岁 我惊讶不已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不是我干的呀 刘北辰回道 我妹妹是在你家楼下被砸的 我反驳道 那也不能说明 是我干的呀 我冷静思考后说道 不可能是来找我复合的 柳如烟在感情上向来冷漠 我们虽然恋爱了一年多 但实际上跟普通朋友没什么区别 我们之间的亲密举动少之又少 接吻 拥抱这类情侣间常做的事都很稀罕 几个月前 我淡定地说 你心里根本没有我 你连我生日都不知道 你生病住院半个月 我还是从你朋友那里知道的 我都不明白 你要男朋友有什么用 那时的柳如烟皱着眉头看着我 似乎对我突然的话里都不情 我顿时觉得自己太矫情了 就说我们不合适 我们分手吧 柳如烟并没有说一句挽留的话 这样的一个人 怎么可能会来找我复合呢 医生说 老布有大块瘀血 那块瘀血位置很刁钻 影响了他的大脑脊 等瘀血消散 也许还能恢复正常 在此期间 最好有能刺激到他的人事物出现 加速这个恢复过程 让他恢复的概率更大一点 刘北辰说到 我想到了你 毕竟他昏迷前 最后想见的人就是你 也许他只是刚好路过的 即便你们曾经是恋人关系 难道你就不想他恢复健康吗 我有些犹豫的开口 我当然希望他能恢复 可是 这时 他哥拿出一张卡 这里面有二十万块 你把它照顾好 两个月后 这钱就是你的了 我接过卡 好的 大哥 保证完成任务 刘北京微笑着 把行李箱递给我 又把人往我这边推了推 这里面装着他的一些 日常用品和换洗的衣物 其他有什么需要的 随时可以跟我说 都可以报销 我看着柳如烟 那张安静的脸 点了点头 关上门后 屋里就只剩下我和我那 智商只有八岁的前女友 我端向了他许久 柳如烟都没什么反应 脑子出问题了 就是这样吗 看起来挺正常的呀 我试探性的问道 你知道我是谁吗 叔叔 我靠 不是 我是你的主人 知道吗 他明显顿了一下 主人 就是以后你要听我的话 要服侍我 我让你干什么 你就要干什么 让你往东不能往西 现在总该明白了吧 他轻微点了点头 似乎有些难以接受 我拍拍他的肩膀安慰道 放心吧 我不会欺负你 他笑了笑 小孩子真好骗 我找出不备用的枕头和被子 扔在沙发上 今天晚上 你就睡这儿吧 他看了看狭小的沙发 没有表示意义 我刚躺回床上 房门就被敲了敲 柳如烟站在门口 我要洗澡 我很不耐烦 今天先不洗 哥哥说 每天都要洗澡 不然身体会臭臭的 臭就臭呗 一个人睡没有关系的 他真诚地看着我 行吧 我将浴室门打开 那你进去洗吧 他看着我 开始脱衣服 脱外套的时候 我还挺平静的 脱外面裤子的时候 我也表现得很淡定 但等到脱里面的时候 我实在无法淡定 捂着眼睛就往房间里跑 还一边跑一边指责他 下次在男生面前 不能随便把衣服都脱光光 把房门一关 我就不再管他了 第二天早上 我匆忙地穿衣洗漱 柳如烟还穿着昨天的衣服 从沙发上站起来 一脸茫然地看着我 我要赶地铁 你自己点外卖吃吧 我突然想起了什么 你自己会点外卖吗 他摇摇头 哦 那你有手机吗 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手机 有 会用微信吗 他先点点头 然后又摇摇头 我拿过他的手机 点开微信 把我自己置顶 我去 他给我的备注 竟然是小胖子 我是小胖子吗 我顺手改成了八块腹肌的美男 然后教他发语音 有事就用这个跟我说话 知道了吗 摸了摸他的脑袋 我有空就回你 在地铁上 我给他点了份早餐 发语音提醒他去拿 并告诉他 以后一日三餐就这么解决 柳如烟 好的 中午和同事在茶水间闲聊的时候 我收到了柳如烟的语音 八块腹肌 我口渴 八块腹肌是谁 哦 是我呀 我回复 冰箱里有牛奶 半小时后 我又收到他的语音 腹肌书 我饿了 我帮他点了份外卖 八块腹肌 你什么时候回来 无聊就去睡觉 八块腹肌 我睡不着 睡不着就去看手机 那个没意思 八块腹肌 手机快没电了 那就去充电 找不到充电器 我放下手机 不想再理他 他又持续骚扰了我一会儿 后来就没动静了 估计是手机没电了 下班回到家 用钥匙打开门 柳如烟 立刻就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可怜巴巴地看着我 显然他已经等了很久 我把打包带回来的食物 放在餐桌上 他比脑子摔坏之前好伺候多了 老老实实地吃完了 我让他把垃圾收拾好 他也认真照做 我拍了一张他的照片 发给好兄弟 让他评估这件事真实性 我 你说柳如烟 该会不会是装的呀 兄弟 这样看起来挺正常的呀 他图啥你呀 我 也是哦 兄弟 总不会是为了跟你复合 才演这么一处吧 我 感觉有可能 兄弟 别说了 我肚子痛 我 行了 我知道你在嘲笑我了 兄弟 你可以想办法测试一下他 于是我上网抄了两道小学奥数题 放在公安面前 他困惑地看了我一眼 我想了想 试着自己去解题 三分钟后 我把笔一扔 觉得这个方法可能不太行 我这么聪明 总不可能是个弱智吧 我决定换个角度思考 拿出画笔 并且命令柳如烟 把脸伸过来 柳如烟之前这么爱漂亮的 肯定会怕的 柳如烟乖巧地听从我的指示 饶有兴致地看着我画画 不得不说 这女人的脸 是真的呢 这般身材修长 面容俊俏的美女不多少呢 我连她的手脚都没有放过 当到大腿内侧时 她的不禁抽搐了一下 看来 这里是她的敏感区域 画完 果然 不对 怎么感觉更可爱了 你在做什么 我看着着她那两条 被乱画的大白头 陷入了沉思 要是被她哥哥看到 会怎么想我 这记号比 好像能洗干净 柳如烟也皱着眉 看着自己的腿 问道 生气了 装不下去了 我则开心地说 光滑没腿 有画才是好腿的 柳如烟的手 忽然放到了我的腿上 来回抚摸着 你怎么不画 我顿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警惕地盯着她 柳如烟 则摆出一座小孩子般 单纯无知的模样 疑惑地望着我 我无语道 男孩子的腿女孩子 不能随便乱摸呢 以前的柳如烟 都没碰过呢 柳如烟委屈地说 可是你也摸了我的 我摸了吗 我那是画的 让你的腿更好看 柳如烟轻咬下唇 说道 对不起 我冷哼一声 用手指着墙角严厉地说 去罚站 以后做错了事 都要罚站 她放下裤腿 老老实实地走到墙边站着 半夜起来 被尿憋醒了我 眼睛迷迷糊糊地看到 客厅角落有的人影 柳如烟 我小声呼唤道 她恩了一声 我一下子完全清醒了 看了看时间 已是凌晨十二点 她竟然就这么傻不耐急地 站了几个小时 平常的柳如烟 会是这般模样吗 我心绪纷繁地 让她在沙发上坐下 给她递了杯水 柳如烟握着水杯 看向我的眼神中 带着几分委屈 她说道 你不生气了吗 我点了点头 她这才安心地躺下来 盖着被子 疲惫不堪的睡熟 修长身躯 在这狭小的沙发上 显得有些拥挤不堪 我思寸着 要在屋里 给她添一张床 转眼间就到了周末 我正闲适地 躺在沙发上 柳如烟 突然打来了一通视频 当然 是打到柳如烟的手机上 今天过得怎么样 她问道 我这才知晓 原来柳如烟 每天都会打电话 询问柳如烟的状态 我顿时有些紧张 柳如烟说自己一切都好 柳如烟又问她 今天吃了些什么 她爆出了几个菜鸣 我这才松了口气 还好没说是叫的外卖 你脸上怎么这么不干净 她没给你洗吗 柳如烟的声音中 明显带着不满 柳如烟转头看向我 我只好从她手里接过手机 我保证给她洗干净 在卫生间里 我挥动着搓澡精 艰难地操作着 生怕一不小心 把柳如烟的小脸搓花了 柳如烟倒是十分放松 眼睛亮晶晶地盯着我 我本以为今天的自己格外帅气 侧头看向镜子 却大失所望 她问 你也每天不洗脸了吗 哪有 我天天洗 她摸了摸我的脸 有些迟疑 可是 大胆 放肆 我气得脸都歪了 没有可是 自知晓柳如烟 每天都要向刘北辰报告日常后 我便不敢过于肆意地对待她了 我不得不时不时亲自下厨 为柳如烟做些像模像样的饭菜 她特别喜欢吃我做的饭 哪怕只是简单的鸡蛋炒鸡蛋 她也会吃得一干二净 过了一会儿 我去了趟卫生间 出来后满脸担忧地问她 是不是受伤了 我满脸担忧 给她检查伤口 发现她是来大姨妈了 我告诉她 要留七天血 你很快要不行了 她就在沙发上 难受了一个下 我都快笑叉气了 她一脸难过地说 那要怎么执许 我说 你去某户发个铁子去问问吧 半小时后 她捧着手机告诉我 他们说怀孕就可以了 还说我可以帮忙 然后她就这样看着我 眼神里满是期待 这真的不是在装傻吗 然后我尴尬地教她 怎么使用姨妈镜 我骂骂咧咧地关上了房门 我和柳如烟的关系 逐渐变得融洽 像之后的她 不再像以前那般冷白 而是整天围着我转 我穿什么她都说好看 我扯在离谱的谎她 都深信不疑 我都开始期待回家了 男人啊 不能总是心太软 直到我在小区里 碰到了不要年 她一个大男人 画着精致的妆容 穿着宽松帽衫和反护 是那种在生活中既帅气 又有亲和力的精致小少年 她没有发现我 快速走出了小区 我皱了皱眉 心里涌起一股奇怪的感觉 她是我和柳如烟分手的原因之一 回到家 柳如烟正眼巴巴地等着我 一见我进门 就立刻站了起来 把拖鞋递给我 我忍不住地摸了摸她的小脑袋 她顺从地低下头 方便我摸 我不知为何 恶作剧般地加大力气 把她的头发揉乱 柳如烟将我的爪子剥开 略带埋怨地惩住我 我则心情愉悦地说道 明天带你去理发哦 她也有半个多月未曾出门 听到这话 眼睛瞬间明亮起来 任由我的手 在她头上随意揉眠 我被她的样子 逗得哈哈大笑 第二天出门前 我特意为她精心打扮了一番 将她的脸 洗得干干净净 漂漂亮亮的 柳如烟果真是个天生的衣架 简单的白色连衣裙 穿在她身上 显得格外好看 再加上我为她搭配的耳环和项链 一眼望去 简直美诈 我实在太喜欢和她一起出门了 周末 街头人潮有动 熙熙攘攘 柳如烟紧紧握着我的手 不曾松开 一晚我们出门约会 柳如烟常常只是安静地跟在我身后 似乎任何事情都无法引起她的兴趣 陪我逛街看电影 对她来说 更像是一项不得不完成的任务 我曾付出诸多努力 一起去海上乐园 一起去听演唱会 还计划过短途旅行 然而最终却发现 她并没有多少时间能留给我 看着柳如烟抬头认真倾听我说话 目光自始至终都落在我身上 我的心情变得有些微妙 倘若不是她脑子被砸坏了 她大概这辈子都不会如此对我吧 比完发后 我带她去喝奶茶 准备打道回府 没想到柳如烟指着旁边小孩 手里拿着的娃娃说 我也要那个 你都多大了 还想要娃娃 不行 我果断拒绝 柳如烟握着我的手 用哀求的眼神看着我 哎呀 谁让她打扮起来这么美呢 好吧 给你买 我这个严控只能无奈投降 她嘴角上扬 然后拉着我 一路逛到了都市里 店员热情地询问她 需要什么尺码和款式 柳如烟望着一件落被款真丝睡衣 疑惑地说 这布料也太少了吧 不会冷吗 我赶紧把它拉走 红着脸训斥它 问那么多干嘛 又不是让你穿的 柳如烟又问 那这种衣服谁会穿啊 穿的人可多了 她还在喋喋不休 那你会穿吗 会会会 我随口硬着 有些敷衍 穿给谁看呀 行行行 我一个大男人穿给你看吧 柳如烟听吧 甩开我的手 抿着唇 脸上似乎血满得不高兴 对于她这突如其来的小孩子脾气 我真是感到无奈至极 她不理我 我也懒得去理她 回到小区 我竟又看到了不要脸 她匆匆走进了 与我同一栋的单元楼 我猛然惊觉 她是我的邻居 她是什么时候 搬到我这儿来的呢 是为了柳如烟吗 我心中隐隐冒出这样一个想法 在电梯里 柳如烟背对着我 一声不吭 还在生着闷气 本来我还想着 做点她爱吃的菜 哄哄她 可看到 她身上穿的裙子 我突然就想起 不要脸好像也送过她一件差不多的 顿时就什么心情都没有了 最后 只随意做了点面 来填饱肚子 吃面的时候 柳如烟一直偷偷地看我 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我假装没看见 她咬了咬下唇 起身帮我收拾碗筷 还顺便把她脱脱了 我板着脸 在沙发上看电影 她笨手笨脚地把芒果切好 放在我面前的茶几手 然后做到我身上 八块腹肌 你吃水果吗 她轻声问道 不吃 她炖了一下 依然压低声音哄我 那我喂你好不好 我不可置信 她把果盘拿在手里 又插起一块芒果 送到我嘴边 我勉为其难地尝了一口 嗯 还挺甜的 两口 三口 我突然开口 我对芒果过敏 你不知道吗 柳如烟的脸上 顿时闪过一丝惊慌 她迅速 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把果盘一放 就要拉着我去医院 骗你的 哈哈 柳如烟愣了愣 先是松了口气 紧接着 脸色变得极差 这一下换成我心里过意不去 开始哄她了 我小声说道 对不起吗 她依然不为所动 如烟 柳如烟 如烟宝贝 我往她身上靠了靠 别生我的气了嘛 我给你贴贴 她偏头看了我一眼 然后看着我 把脸调整到后 差不多地高 我愣了一下 时序地主动用脸 贴了贴她的脸 费了好大一番工作 她的表情才开始缓和 恰好这时 电影播放到一个 男女主接吻的镜头 柳如烟看得很认真 问我 他们在干什么呀 我有些尴尬 委婉地解释道 哦 就是亲嘴了 她突然低下头 亲了我一下 是这样吗 她的眼神十分纯真 为什么她变傻了之后 反而开始会聊了呢 我张了张嘴 却发现自己 竟然不忍心责怪她 我堕落了 临睡之前 柳如烟拉着我的衣角 得寸进尺地 想要听睡前故事 我无奈地说 你都是从哪里 学来的这些啊 柳如烟说 电影里的小朋友 睡觉前 有人都会给她讲故事 还会抱抱她 这样她才不会做噩梦 那你做噩梦了吗 她点了点头 看着我说 我梦到我在楼下 给你发消息 可是等了很久 你都没有回 突然一个花盆 从上面掉下来 砸中了我的脑袋 流了好多血 我听得浑身起鸡皮疙瘩 原来这件事 给她留下了 这么大的阴影啊 为了安慰这个小可怜 我给她讲了一段 温馨的童话故事 最后给了她一个 充满爱意的拥抱 柳如烟的发丝 垂落在额头 尽喜温顺之态 当我的爱泛滥之时 柳如烟却紧紧攥着我的手说 还有晚吻啊 我顿觉脸颊发热 这可不是什么好迹象 被她拉着 被她索吻 我竟然莫名地有些害羞 要知道 现在的她 心智只有八岁了 意识到自己的状态有些不妙 我言辞坚决地拒绝道 不行 为什么不行 不能随便亲人 知道吗 她的语气略显紧绷 我不随便 还不随便 我气鼓鼓地抽出手 转身回了房间 或许这就是命中注定地安排她 加班后回家 我又与不要年不妻而遇 这次是在电梯里 她也颇感意外 尴尬又礼貌地对我笑了笑 可能因为时间已晚 电梯里 只有我们两个人 她主动开口 你也住在这里啊 我刚搬过来 我本来打算敷衍了事 只恩阿 拨几声 结果她提到了柳如烟 听说 她脑袋被砸伤了 昏迷了好多天才醒过来 不知道现在恢复得怎么样了 有没有后遗症 她略带愧疚地说 她受伤那天 还给我打过电话 但是我忙着 搬家没接到 现在也没办法知道那天 她想对我说什么了 我的食指指尖微微一颤 呆呆地看着她 脑海中的线索 逐渐串连起来 我想起柳如烟说的话 我妹妹是在你家楼下被砸的 她来找你 肯定有原因的 也许是想跟你复合什么的 也许她并不是来找我的 她是来找不要年的 回到家 柳如烟又是一副 等了我很久的模样 帮我拿东西拿拖鞋 还帮我按摩 然而 这一次我 无法再理所当然地接受 我从柳如烟的朋友圈中 翻出一张她的自拍照 问道 你觉得好看吗 柳如烟看了一会儿后说 还行 在她那里 还行 就意味着很不错 要知道 她对我的评价 也仅仅是 还过得去 我说 我把你送到她家去好不好 柳如烟沉默了许久 她凝视着我 脸色有些紧绷 经过深思熟虑 我给柳北辰打了电话 将在楼里遇到 不要年的事情 以及我的猜测告诉她 你可能找错人了 能帮助柳如烟 恢复神志的人 不是我 柳北辰在电话那头 有些迟疑 啊 也说过好 耽误了病情可就不好了 我看了一眼旁边的柳如烟 而且你妹妹在我这里 都待了这么久了 还是没有一点 要恢复的样子 连自己的脸都洗不干净 你还是赶紧和不要年 联系一下吧 看看她愿不愿意帮忙 第二天 柳北辰和不要年 出现在了我家门口 他们是来接人的 今天原本是柳如烟的生日 我原计划给她做个小蛋糕 再穿上她最喜欢的衣服 带她去天台看星星 或许大概是没有机会了 在被带走之前 我问柳如烟 有没有想到的礼物 她的嘴唇抿成一条线 紧紧抓住了我的手 我试着挣脱了一下 但她抓得很紧 柳北辰尴尬地笑了笑 柳如烟怎么还舍不得走了 不要年挽着她的胳膊 笑眯眯地说 叶凡哥放心 我和北辰哥会照顾好柳如烟的 我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 抬头看了看她 然后一点一点地 将手从她的掌心抽了出来 当得知 我把二十万块钱还了回去 兄弟对我不被金钱迷惑 双眼的高尚情操 大家赞赏 一天后 我给不要年发消息 询问她是否适应 当听到不要年说她挺适应时 我忍不住在心里 把柳如烟给数落了一番 什么年拙我 什么舍不得 全是假的 她爱的是不要年啊 就算傻了 也更偏爱不要年 真是个渣女 我情绪低落了两天 好在老家邻居姐姐的到来 冲散了我的悲伤 去机场接她之前 我使出浑身解数 给自己打扮得帅帅气气的 看着镜子臭美的自己 我信心满满 然而 邻居姐姐一见到我 就露出了和蔼的笑容 直到坐进车里 她才告诉我 短袖上 Enjoy driving 喜欢开车的意思 我的脸瞬间胀的通红 紧紧护住胸口 恨不得立刻把衣服脱下来 她憋着笑 不做正经的安慰我 没关系 下次记得 看仔细了再买 成年后第一次见面 就是我社会性死亡的开端 我好恨啊 一直到她订的的酒店 我都无精打采 全程驮着背 用手挡着胸口 温暖拍了拍我的肩膀 从行李箱里 找出一件她的买大了的女性 T恤递给我 大了一点 但你穿应该可以 我勉强打起精神 去洗手间换衣服 出来后她打量了我急 微笑着说 小伙子长大 我期待着她夸我两句 没想到温暖却说 规规矩矩的 有板有眼的 能说点正常的话吗 我有气无力地拿起包 远到就是客 你难得来一次 我妈让我带你四处逛逛 说吧 你想吃什么 我在飞机上已经吃过了 比起去外面 我更想看看你住的地方 以及你现在的生活环境 于是我们去了我家 进门后 温暖四处看了看 为了照顾我的自尊心 委婉地说 嗯 还是挺干净的 我略显羞涩 柳如烟来了之后 家务基本都被她包烂了 她若不在 屋子就会显得有些杂乱 一想到她 我又忍不住心生难过 温暖摸了摸沙发 然后坐了上去 温和地说道 对于目前的工作 你还满意吗 还行 我听林栋说 林栋是我的好兄弟 我打断了她的话 你该不会是我妈派来 劝我回家的吧 她笑了笑 我不是来劝你回家的 她正想继续说些什么 眼神突然凝滞 这是什么 温暖从沙发缝隙里 扯出了一条内裤 展开一看 是一条粉色的四角内裤 她的脸色忽清忽白 极为精彩 毫不夸张地说 我修的耳朵都快烧起来了 今天怎么进出这种糗事啊 柳如烟平时看着挺不错的一个人 竟然把这种私密物品乱丢 我赶忙伸手 把内裤抢了过来 温暖抬头看着我 语气冷冰冰的 这是谁留下的 温暖太聪明了 以我的智商 根本糊弄不过去 没办法 我只好把柳如烟的事情 全部告诉了她 包括后来发现真相 她被不要年和她哥哥接纵的事 温暖听后 眼睛微微眯起 定定地看了我半晌 突然笑道 你小子 还真是一点都没变 怎么感觉 她在说我傻呢 她换了一种语气 一种美丽善良 这还差不多 周末你休息吗 我点了点头 她说